帖撒罗尼加后书 帖撒罗尼加后书第一章 保罗、希拉、提摩泰 写信给帖撒罗尼加 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 愿恩惠、平安 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弟兄们 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 这本是合宜的 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 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 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 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 仍旧存忍耐和信心 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 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 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 神既是公义的 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家患难给你们的人 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 与我们同得平安 那时 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 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 要报应那不认识神 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 他们要受刑罚 就是永远沉沦 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 这正是主降临 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 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 显微稀奇的那日子 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 你们也信了 因此 我们常为你们祷告 愿我们的神 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照 又用大能成就你们 一切所羡慕的良善 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 叫我们主耶稣的名 在你们身上得荣耀 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 都照着我们的神 并主耶稣基督的恩 帖撒罗尼加后书第二章 弟兄们 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 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 我劝你们 无论有灵 有言语 有冒我名的书信 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 不要轻易动心 也不要惊慌 人不拘用什么法子 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 因为那日子以前 必有离道返教的事 并有那大罪人 就是沉沦之子 显露出来 他是抵挡主 高抬自己 超过一切称为神的 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里 自称是神 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 你们不记得吗 现在你们也知道 那拦阻他的是什么 是叫他到了的时候 才可以显露 因为那步伐的隐移 已经发动 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 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 那时这步伐的人 必显露出来 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 灭绝他 用降临的荣光 废掉他 这步伐的人来 是照撒旦的运动 行各样的异能 神迹 和一切虚假的歧视 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 行各样出于不义的滚诈 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 使他们得救 故此 神就给他们一个 生发错误的心 叫他们信从虚谎 使一切不信真理 到喜爱不义的人 都被定罪 主所爱的弟兄们啊 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 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 叫你们因信真道 又被圣灵感动 成为圣洁 能以得救 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 照你们到这地步 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 所以弟兄们 你们要站立地稳 凡所领受的教训 不知是我们口传的 是信上写的 都要坚守 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 和那爱我们 开恩将永远的安慰 并美好的盼望 赐给我们的父神 安慰你们的心 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 兼顾你们 帖撒罗尼加后书第三章 弟兄们 我还有话说 请你们为我们祷告 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 得到荣耀 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 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 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 但主是信实的 要兼顾你们 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 我们靠主深信 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 后来也必要遵行 愿主引导你们的心 叫你们爱神 并学基督的忍耐 弟兄们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吩咐你们 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 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 就当远离他 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 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 未尝不按规矩而行 也未尝白吃人的饭 倒是辛苦劳碌 昼夜做工 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 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 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 叫你们效法我们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曾吩咐你们说 若有人不肯做工 就不可吃饭 因我们听说 在你们中间 有人不按规矩而行 什么工都不做 反倒专管闲事 我们靠主耶稣基督 吩咐劝戒这样的人 要安静做工 吃自己的饭 弟兄们 你们行善不可丧志 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 要记下他 不和他交往 叫他自觉羞愧 但不要以他为仇人 要劝他如弟兄 愿赐平安的主 随时随时亲自给你们平安 愿主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 凡我的信 都以此为继 我的笔迹就是这样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